老花姨每日一打 回来一下臭宝门的养花问题 回答问题之前想唠叨一下 现在疫情老花姨也难受 好多话说 哎呀老花姨也买你的货不给发呀 现在是发都不好发了 难受啊 老花姨小姨谈花得了什么病吗 咦怎么这样是的 这东西咬过啊 应该是那种类似于小过牛吃的小东西 不过我们谈花之前是被蟋蟀 咱们那个蟋蟀 蝗蟲 还有那个蚂蚱 还有蜗牛各种啃食果 它这个主要是谈花这个叶子太好吃了 反正是是不是从来都想啃它一口 所以说呢 这种是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如果说你真的想养好谈花 尽量的是用一个沙网 像类似于文章的那种罩子 给它罩起来 好吧 不然的话就这个样子 你打药没用 它属于小偷的 来一个咬你一口 你打药有啥用 是吧 这真的很正常啊 下个臭宝 我想问一下 我的郁金香叶子发黄 软塌塌的正常现象吗 郁金香 郁金香这不有点小缺光吗 嗯 我知道不缺水 缺光啊 郁金香是喜欢阳光的 我看里边 花是不是都细了呀 里边 花都开不了了 没啥细了 正常养着吧 尽量的给出一下光照 下雨的时候呢 避免一下 避免一下淋雨就行了 跟地灾的不一样啊 地灾的话通风比较好啊 它是在室外啊 盆栽的话尽量的避免那种淋雨 也还是维持一个干了就叫光照给出 正常养吧 到秋天可以分球 明年再来呗 大不了从头再来 哦 这第二瓶第二瓶还没开花呢 就是翘光水大 别的没啥 下个臭宝 哪一你看我这袖球长了好多的 小黑点点怎么回事 你 你看我手上啥的啊 看这小黑点点吧 很正常啊 那是正常现象好吧 幸福树树叶有小黑点 好多叶子都长了小黑点 该怎么拯救它呀 鸡水欧根啊 你看用这么大的盆 我就跟你话没说啊 这个盆还每回视频都说 你说你把这个植物当成人 它那个根系呢 你就挡成你那个大脚丫子 你想想你那45码的大脚丫子 穿上一个大雨鞋 出汗的时候是不是闷脚 臭脚 折脚气 对 它现在就是 因为那盆太高 闷脚了 臭脚了 折脚气了 就是有点欧根了 积水了 一定要保持那种吐气 你这样脚丫子才舒爽 是吧 问我穿什么鞋好 老北京布鞋啊 32520啊 那种最舒服啊 你整个大批鞋都肯定闷啊 那会儿越越越越 你一通百通啊 我一求教一下 那玫瑰 缺水 干包 这个是小欧玉啊 长出来很多小人该怎么留 还留着几个 这个东西呢 我给了一个建议啊 就是说 这个叫什么 叫推层出新 就是你把脑子给它剪了 让它长新的 你真是 要么你就把新的 剪了让它长老的 反正呢 你如果说让它同时来 也可以光照给猪 肥料给猪 它一样能长得很密 那么我个人建议呢 就先暂时别让它开花了 先从培养培养给出一下光照 让它重新长一长嘛 这个东西生命力很强的 嗯 行吗 臭包 切个臭包 啊 绣球干液都快一年了 哎 新叶人慢慢也变成这样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问题啊 就是有点凹根 有点通风差 有点小缺光 别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哎 就是还是有一点小凹根的那种感觉了 持盆 不通风 有点缺光 绣球喜欢通风烧好一点 光照就像现在这种 哎 很明亮 闪色光 好吧 偶尔来点小日照 用皮肤液感受 小温暖 哎 很舒服 好吧 别的没啥了 下个臭包的问题 就在视频的一个评论区啊 你们带图片来 要是发不了图片 你可以私信我 怎么着 反正我就会抽选啊 随机抽选 好吧 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我老花一 眼花就这样一 哎呀 再两句 抽息了 掰了